璀璨的琉璃珠 因着图案差异 表达不同含义 呈现缠绕技巧的编织作品 桃湖上的图腾 显现传统新创的结合 加上琳琅满目的作品 都是出自学原住民运动课程的学员之手 虽然我不是原住民 可是我相当热爱原住民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他们的图腾 那我在原住民 就是文化会馆这边有学刺绣 然后原住民的琉璃珠 那今年就是第一次上 雷冰老师的桃湖 我从初阶开始学 然后又上到进阶 让我们更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家里都会有摆桃湖 特别有印象这样 然后我只看得到 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实作 所以就想要透过这一次 那个学原住民运动的文化 来学做桃湖这样 学原住民运动已迈入第五年 非原民身份学员参加比例逐年攀升 今年夏秋两季135位学员 非原民就有88位 达66% 平县府原民处希望透过学习 制作拉近民众跟部落工艺品的距离 这个学原住民运动 在我们的屏中这个市区 算是已经是一个流行了 然后很多人 平历的人 就是透过这个平台来学习我们的文化 也认识我们的文化的美 然后更喜欢我们这样子 学原住民运动以非原民为优先 透过亲身参与明白工艺品的价值 让更多民众懂得欣赏 进而成为推展原乡产业的一种方式 原是希望哥舍平路士采访不到